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出其杂志调性和宣传赞助品牌理念的传统做法 此句意义非凡 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 即明星在时尚界的话语权 也就是粉黑大战中经常被甩出来的鸡和蛋的关系问题 这个关系问题先捋清楚了 才能来讨论最后杂志所呈现出来的内容的价值意义 而肖战贡献出的最大的价值就在于 他作为一个人们想象中被动的拍摄者 成功地扭转了一直以来 明星被当成是道具由他人随意摆弄的命运 他以一个个体明星的弱势角色 成功地战胜了整个时尚界 作为镜头掌控者的强势身份 换句话说 你现在看到的杂志大片 之所以和以往肖战工作室放出来的一样 让你感到赏心悦目 舒爽无比 那是因为拿起摄像头对准他进行拍摄的 不管是天天在身边打闹的小伙伴 还是私人朋友 业内好友 亦或是平日里高高在上的摄影界大腕 或艺术界大佬 在肖战面前 通通都没有什么区别 都变成了可以由他进行自如调度的工具人 千万别误会 此处的工具人是个相对的概念 并无贬义 自如调度 也是指建立在双方平等沟通基础上的一种 现场掌控能力 是指拍摄者与被拍摄者 由于心理认同身份的转换 所导致的临场实际身份的调换 以及因此引发的话语权的意味 也就是说 当面对肖战这个强大的被拍摄者时 掌镜者的技术水平 已经自动让位于镜头中模特的自身特质 他周身所散发出的气质 他想要表达的思想和艺术理念 已经成功地覆盖掉了杂志原有的僵化 刻板的调性表述 削弱了品牌自身所带的商业属性 而将几方的商业合作巧妙地提升至艺术共创的高度 以至于当他身着两大高奢 面色平静甜淡 表情幽深致远地谈论着话剧 喃喃自语地细腻温婉的艺术感悟时 你感觉就像是在欣赏一部电影 而不是在看杂志 而他身上的那些高奢服饰 在他娓娓道来的表述中 仿佛也被镀上了一层柔和的艺术的光芒 直白点说 看似是在拍杂志 其实他是在拍摄艺术作品 看似是杂志在拍它 想借由它来诠释刊物的思想主张 实际上是他本人在谱写杂志 是他在阐述自己的艺术理念 看似是杂志在主刀 在为他的小我添之佳业 浓墨重彩 以抓取观众的眼球 并获取商业利益 实际上是他本人在逐笔 他轻松抖落他人强加在小我之上 那些外在的绚丽的装饰 随性坦诚的表露真实的 真诚的自我 是从摄影师的个人秀 变成了明星肖战的演出秀 由媒介的主场 变成了专属于演员肖战的个人主场 主客场的换位 体现的就是话语权的变化 以及因此引发的能量气场的转换 从表层来看 就是读者和观众 获得了注意力自由 不用再饱受油腻装发 奇葩造型 辣眼pose 扭曲时尚的荼毒与折磨 明星可以自己说了算 能够自如地以自身的理解和表达 去接近观众 而从深层来说 是明星本人强大的气场 压制住了来自于主镜方天然的压迫 他无需折服于镜头 无需以妆容 服饰 造型 以及刻意的五官表情为外力 通过卖弄花哨的小我来讨好观众 而是回归于本我 以质朴的原初的本体 舒展肢体 放飞心灵 指手投足之间 散发的不是 我好帅呀 我好牛逼呀 这类肤浅的赤裸裸的炫耀 而是和他奔跑在旷野之上 开心的放风筝 玩玩具一样 是他内在自我的灵魂的释放 是自由 自信的光芒 由内而外的 肆意的绽放 二 山水之间的游业 由无数个精美的小我 回归至原初质朴的本我 在以往的文章中 我曾经表述过表演体系当中的山水论 即如何判断什么样的表演 才是好的表演 是看山 是山 看水 是水 还是看山不是山 看水 不是水 他在荧幕 银屏上 所呈现出的那个影像 究竟是他自己 还是角色 到底要成为哪一种 才能称之为是成功的表演 人人都夸赞肖战的 演技 暂许说他一人千面 他不是他 他是阿线 是吉冲 是顾卫 是野子哥 是五号 他把自己活成了角色 那么杂志中的这个明星 他又是谁 他还是你心里的那个肖战吗 他还是演员肖战本人 所认同的那个肖战吗 你说他不是肖战 他是皮尼天下的王者 他是悲悯人爱的神尊 他是金贵孤傲的王子 他是千功温润的绅士 他是灵动俏皮的林家男孩 他又不是他了 他又活成了他人 作为观众的我们 眼里看到的山水 不是山水本身了 而是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但真的是这样吗 抛开妆容 造型和服饰等外在的加持 对于演员来说 无论他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无论他以什么样的外在形象 出现在公众面前 万变不离其宗 其实脸还是那张脸 言行举止 还是同样来自于同一副物理的身躯 你笔下的山水 无论如何临摹 仍然逃脱不了他原有的 最基本的行迹与轮廓 但看着同一张脸 和同一剧物理身躯 所演绎的不同角色 以及扮演的不同身份 观众为何又能生出 既熟悉又陌生 甚至当沉浸其中时 会忘了演员本身 而只认同于 那个特定角色的存在呢 你会说 这是因为他演技好 他演得太牛逼了 你夸赞的实际上 就是演员强大的能量场 演员的气场弱了 他就只能演他自己 不管他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个角色所代表的小我 就是他的本我 观众看到的都是演员本人 而倘若演员自身的气场 能达到一定程度 那么他就反而会反客为主 调度长镜者 以及镜头来为他服务 他会从内心深层的本我 变换出一个个形象各异 气质迥异的小我 让你误以为这些小我 既是他的本体 其实演员本身是 隐藏在角色身后的 你得越过那些角色 穿过无数个精心伪装的小我 才能抵达他真正的那个本我 到达了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的阶段 这个演员就已经相当牛逼了 因为这可是多少演员 奋斗一生都难以达到的高度啊 作为大龄出道的 非课班出身的艺人 不知道肖战私底下下了多少功夫 经过多少的磨练 才换来了这句一人千面的盛赞 但实际上 正如那位话剧界前辈所说 你目前所看到的他取得的成就 仍然不是他的终点 而是他的起点 终点在哪呢 当然是历变千山万水之后 再次回到故乡 看山仍是山 看水仍是水 演绎过百态人生 经历过世间冷暖之后 再次回到初心 由无数个性格迥异的外在的小我 回归到内心深处的那个本我 再回到这次的杂志拍摄 有不少人说 和工作室之前放出的亚运会公益大使大片 天桥大片 以及生日大片 感觉很像 怎么个像吧 虾耙子们起嘴巴舌 可爱的色色的瞎言瞎语中 故事感和氛围感被提及很多次 而虾耙子们总是后知后觉 你轻飘飘地来一句 我哥的故事感和氛围感好强啊 表面流的是口水 殊不知 不知不觉之中 你已经触及到了 山水论表演体系当中的核心 即演员最终的回归自我 故事感和氛围感 并不属于肖战扮演的某个角色的 小我的人设 而是他本人在观众心里 形成的烙印式的定性表达 是专属于肖战本人定义词 是专属于肖战灵魂深处的 本我的独有特质 即无论他换上什么样的行头 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无论是谁在拍 怎么拍 其实都被牢牢地控制在了 肖战这个独有的IP 所形成的能量磁场之内 打个比方 好比画家画画 不管他笔下的山水 被画成了什么风格 被涂抹成了什么样 他画的仍然是原来的那座山 原来的那道水 也计他笔下的山水画中 蕴含的风骨和韵味 仍然是山水本身 这就非常非常厉害了 因为这表明 你看到的大使战 天桥战 生日战 和L战 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战 它们都不再是角色化的小我战了 而全都是肖战本战 是回归于本体状态的那个最原初的肖战了 有人可能被绕晕了 都是故乡的那个山水 紫山水和笔山水 又有啥区别 管他是小我还是本我 那不都是肖战吗 又有啥不同 当然不一样了 这么来理解吧 曾经有个老掉牙的段子 一个亿万富翁输光了所有的财富 只好去当渔民 或是一个亿万富翁厌倦了都市繁华生活 扔掉所有财富去乡下当渔民 和一个一辈子都在乡下捕鱼的原住渔民相比较 他们同样都在大海边风吹日晒的撒网捕鱼 请问他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 三 Hello 我仍然是肖战 欢迎来到演员肖战的主场新世界 2021年的肖战和2020年 甚至在往前回溯的那些肖战 有何不同 好像不是那个肖战了 但好像他仍然是肖战 说他不是以前的那个肖战了 是因为人都要学着长大 在过去的岁月里 他经历了很多 承受了很多 思考了很多 感悟了很多 失去了很多 又收获了很多 他曾经为自身小我的那个肖战的不足与匮乏 而感到惶恐不安 颤颤兢兢 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 他曾经被困在别人为他编织的评价体系 牢笼中走不出来 他曾经不断地做家法 通过不懈的努力 想让笔下的山水变得更加秀丽 更加壮美 以让自己对得起演员这个称号 他曾经不断地修炼内功 锻炼本事 力图让那个小我变得更加的优秀 以改变人们对他天生的恶意 与固有的偏见 说他仍然是以前的那个肖战 是因为在跋山涉水游历山川大河 经历惊涛骇浪体验风云变幻 看遍花开花落之后 他终于放下了 释然了 学会做减法了 大胆地甩掉包袱 勇敢地挣脱 翻离 决然地逃离别人的目光 自由自在地奔跑在心中的旷野之上 去拥抱那个最纯粹 最真挚的自我 去回归灵魂深处 那个豁达 成名 通透 淡薄的本我 所以 我非常喜欢他经常用的那句打招呼的 开场白 Hello 我仍然是肖战 一句简单的 温馨的问候语 看似云淡风轻 春风拂面 实则举重若轻 亡者归来 传达的是他强大的气场 释放的是他坚定的信念 是他在经历四季的风霜雨打 天际的红晃星移之后 跨过岁月的长河 身着中国新生品牌 Christopher Ricks的黑色披肩 眼眸清河 面容甜淡 双掌轻举 微微向外一推 从内而外 由本体向外 在宇宙太空 释放出强大的能量磁场 滚滚轰鸣之后 神底降临 天地宿母 千鸟归零 万象归一 混沌至清 大地停止了呼吸 万物停止了喧嚣 正如莎士比亚所赞叹的那样 看呐 人类多么美呀 啊 美丽的新世界 有这样的人在里面呢 哈喽 我仍然是肖战 2022 欢迎来到我的主场 请和我一起 走向这美丽的新世界 不可以 第一 快兽